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結果大家應該都發現說 我的頻道已經很久沒有出YJTV 就是我跟金楊一起合作影片 說真的 其實 我們之前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 他之前都在國外 他這陣子也回來台灣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們畢竟也都成年了 所以 我希望這次能夠好好的跟他講開 那至於我們這邊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有什麼心結 我是想說今天就直接把他講開了 然後我今天也直接的 就直接找他來現場 我們一起歡迎金楊 好 要從哪裡開始講起 我為什麼我要去美國對不對 對 好 其實因為我去美國之前 我們好像還有拍過兩集那個YJTV 對 然後後來我就去美國了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我跟那個徐靠吵架 就因為我們從小就一起跳舞 然後我們也沒什麼吵過架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不然吵一下 至於為什麼 就好像因為那個時候 有一次那個 我去跟他一起去吃飯 我也不知道要點什麼 然後我就點那個 雞排飯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不要點雞排 雞排很難吃 但是我就也不聽他了 我就質疑要點那個雞排飯 結果他就生氣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只要把那個雞排吃掉 然後我們就吵架 然後吵架之後 我就覺得 好吧 那我就去美國好了 對 因為老實講 其實 說真的 那家雞排飯 我是 我真的覺得是不推薦 可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建議 就很 就一定要吃雞排飯 可是他 他吃完之後 就真的也沒有到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 我是為你好 我真是為你好 就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聽話 就一個難吃的雞排 為什麼硬要吃 因為其實 我也不是硬要吃 因為我就是覺得 很喜歡吃雞排 所以我到時候都要吃 當時也是覺得 沒有想太多 沒想到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個 我們友情就出現裂痕 好啦我直接老實跟你講 好 其實 就是 結果其他人都叫你雞排人 就是大師以下都在講你 結果雞排人 所以 所以我 我其實真的是很 我其實真的是想要幫你 就是 戒掉這個習慣 我不想要讓你 在朋友圈裡面 一直被 揶揄 被大家講說 你是雞排人 哦 好 我是趁今天 因為今天我想說 我就直接把它講開了 我不想要讓 就直接誤會我 哦 好吧 那你如果這樣講 其實我也會是可以挺近 但是 我好像也覺得 就叫雞排人 沒差 因為反正也有人叫 什麼 雞排妹啊 什麼的 啊我就雞排人 剛好也可以配一下 好像也不錯 哦 那可能是我顧慮太多了 但我覺得 你是 沒有必要直接跑到美國去 為什麼你會想要 直接跑到美國 應該說我從小到大 後來我也沒有幾個朋友 然後後來就跟我朋友吵架 我覺得 不然就去美國了 反喚一下心境 沉澱一下自己 不然我也不知道那個 吵架的情況要怎麼處理 尤其是因為這種 吃雞排的那樣吵架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其實老實講 既然去美國那段時間 我也是有去美國 我們曾經有一度想要就是 和好 可能那一次還是沒有成功 因為那時候 你來美國的時候 結果我好像那時候去找你 然後你就問我說 欸 等一下要吃飯嗎 我說好 結果就帶他去那個LA那個 好大大吉他 然後 結果他就又生氣了 然後結果他就直接在那個LA 就說欸 那你可以走了 然後他就自己一個人 留在那個好大大吉他 點了一杯真奶 然後我就走了 結果我也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只好就先走了 我今天也直接講開了 結果也老實跟你講 其實大家 之前是叫你雞排人 可是你到美國 大家都叫你 美國大雞排 哇 可以欸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說 就想要幫你趕藥這個壞習慣 結果沒想到 我還是帶你去吃那個 美國雞排 所以我就變成 美國大雞排 對那時候朋友圈都在傳說 你是美國大雞排 然後我不想要你 被朋友圈裡面這樣傳 所以我也想說 去美國就直接 找你 講開來 結果沒想到你 那時候還真的 就直接帶我去吃雞排 所以我其實是為你好 嗯 好 我感受到了 但其實 像我們這次回來 我覺得應該算是真的很好 因為你應該也放下這個 關於雞排 這個事情 因為我最近也開始吃雞排 對 其實 我其實很想告訴你 但是 就剛好今天拍影片 就有一個雞排告訴你 就是其實那個朋友圈最近 也在流傳 就是大家都叫你的 台灣小雞排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講 但今天剛好講 就不然就一起講開這樣 我其實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放你 其實也算合理啊 我也算可以接受 所以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我不能接受 除非 你可能要把 美國大雞排的稱號給我 台灣小雞排可能要給我 反正你也回到台灣 沒有啊 不然這樣啊 我可以接受這個 台灣的稱號 可是我是台灣大雞排 你是美國小雞排 好啦 其實也沒關係啦 反正 對啊其實沒差啊 其實沒差啊 這只是人家講而已嘛 畢竟我們也不用理別人 其實也不用太在意別人眼光 對啊 大小也不是問題 對啊 就這樣吧 我以後就叫 好 我們去台灣大雞排 好 我們以後就不要再吵架了 好 沒問題 很開心可以重新認識 台灣大雞排 對 美國小雞排 對 美國小雞排 我們算是認識了 哇 好像十年多 十幾年 今天算是重新一次認識 重新一次認識 哇 就是我覺得真的 其實差很多 因為 有沒有講開 就真的差很多 對 像我們今天就是講開了 至少心裡沒有割到 對我現在就覺得很舒服 對啊 就不管雖然它是什麼 什麼小雞排 這種 其實都不是重點 結束之後就會覺得 欸 這其實就都沒什麼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對 也不用太在意那些東西 就像假如你們試一下 如果有朋友吵架的話 就也沒差 真的大家也應該要跟我們一樣 就是找它來 把它講開 反而我覺得這樣子是最好的 就是對大家是最好的 因為這種事情可大可小 也不一定要把它搞得很大 對 啊假如要搞大的話 就要把人家肚子搞大的話 就要小心一點 像靜陽也曾經 你爸 把張 把張浩肚子搞大 哇塑 張浩 對啊 真的欸 可是張浩 好像就是變性 對 就也沒辦法 就我也沒辦法 這個也沒關係 反而知道我們講的今天就好 對啊 就希望之後不要再吵架 之後應該我們還要一起合作YJTV 所以正式要回歸了 因為我們把心結都解開了 好那大家先點贊這影片 然後留言 之後想看YJTV什麼題材 好不好 想看我們幹嘛 其實都可以 因為我們要幹嘛都可以 然後記得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掰掰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 YJTV回了五週年 對 今年呢 結果又要回來開那個街舞專攻班 對 因為我們這專攻班已經算舊了很多人 結果很多人從不會跳舞 然後開始 然後都會跳舞 然後教很多女朋友 對 現在也成為一個舞者 然後有的人已經變成老師了 對 因為我們也很久沒開這個課 所以今年就又要來開一下 對 就是過幾天後 所以現在就可以馬上跟我們報名 就直接私訊我們的IG 會有人幫你處理 會有人幫你處理 然後日期大概是這樣 日期 日期 對 所以能來就來 然後我們會開兩班 對 現在出門還來得及 現在出門還來得及 第一班是完全沒有跳過街舞 結果你是執掌 所以你有想要學習街舞的心 覺得對跳舞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報名這個班 然後這個班 就是我們會從一個最基本的開始教你 就是會有一些基本消費 然後第二個是Locking Locking初中級 假如你Locking就是 有上過初中的 對 或是Locking有中初級的 對 那個級別的就可以來上 很適合 對 所以呢 有上過初中的 高中也可以 高中也可以 大學也可以 就假如你有上過國中的 就記得一定要來報這個班 對 寒假外中班 你就不要再考慮 因為像 上次也很考慮 對 然後結果我們就兩年沒開了 一考慮 記得我們直接去美國 小心你在考慮 我就再去兩年 對 現在直接找我們報名 中班詳細的資訊 我會放在下面資訊 所以大家記得去看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 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掰掰 感受你的心跳 我想告訴你 當作宇宙的愛 傳輸我和你